大家好,我是鱼儿 今天用芦笋给大家分享一道 非常好吃,有营养的做法 芦笋它有蔬菜之王的美誉 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也是非常的丰富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 而且它的叶酸成分非常的高 小孩子可以多吃一点芦笋 对人体非常的有好处 首先把芦笋的根部给它切掉一点不要 然后再用削皮器 把芦笋根部这一段给它刮一下皮 这样削一下皮 吃起来更加的鲜嫩 而且口感更加的清脆 最后我们处理成像饰品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放进大盆中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下手把芦笋给它清洗一下 因为芦笋它生长的结构 头部这一节非常的容易积灰尘 所以我们最好是一根一根的将它清洗 虽然说芦笋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但是它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这个芦笋在我们这边要卖到13块钱一斤 真的是比猪肉的价格还要贵 不知道里面那边买多少一斤呢 最后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再放到案板上 再斜刀将芦笋给它切成薄一点的片 也不需要切得特别的薄 不然吃起来没有口感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全部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点清洗干净的口膜 再切成薄片 芦笋搭配一点口膜 真的是非常的绝配 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大蒜我们也准备两个 给它切成薄一点的大蒜片 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接着我们再准备两个红辣椒 切成小段搭配一下颜色 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 小葱准备几根 先把葱白部分分开切 切成短一点的段 切好后再装进盘中 然后碗中加一勺食用盐 红薯淀粉加入两小勺 白糖小半勺 有条件的准备一点松茸鲜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再用筷子把里面的淀粉和调料 给它搅拌化开 这里我们提前调个碗汁 是为了节省烹饪的时间 搅匀之后再放一边备用 锅中水热加入一点食用盐 再往里面滴入几滴食用油 用筷子把食用盐搅散化开 等水再次烧开之后 把芦笋放进来 芦笋我们要去除里面的草酸 我们一定要将它焯一下水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加入一点食用盐 可以入一下底味 加入食用油 可以形成一种保护膜 也就是油膜 可以锁住芦笋的营养不会流失 而且做出来的菜品更加的有光泽 炒水的时间不要过长 倒下去之后30秒钟就可以控水捞出 先装进小碗中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了之后把葱蒜倒进来 用中小火炒出里面的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口膜倒进来 用中小火把口膜的水分炒出来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要是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麻烦动动您发财的手 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芦笋的支持和鼓励 水分炒出来之后 再把芦笋倒进来 继续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先随便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继续开大火快速翻炒 把里面的料汁给它收至浓稠 收至浓稠之后才会更加的入味 大概十秒钟之后 收至浓稠就可以关火 起锅装盘 装入盘中 美味即成 一道非常好吃的口膜炒芦笋 咱们就做好了 芦笋和口膜真的是非常的绝配 搭配在一起非常的鲜美 炒出来的颜色也是非常的翠绿 里面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非常合适老人和小孩子 这个做法非常的清淡又解力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